咱们吃一碗吧 好 到这一 淮安长鱼面一条街 随机打卡两家老店 看看到底哪家强 长鱼面可能是我喜欢的 淮安美食里面排名前三的 只要一到淮安必须要搞一碗 十道鱼 二十九年了 第一家里二 老板给我来碗长鱼面 多少钱一份啊 我要试的 一两面 有点像是肉丝面 还要换个锅啊 不是 长鱼里有油河子 油河子 焯一下水 焯个水啊 这一份是几条上的一份 几根啊 起码洗发根啊 五处有心 你看看洗发根 你做的话 做你的拉桑是当中 切不切来 来一点 蒜头洋葱 辣椒 木 这边还有辣椒 有花一点 有菜菜 啊菜菜 酒黄 酒黄 太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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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辣 糖 好烫 尝了一面 这个看向绝对一流 太漂亮了 之前来回来我们吃过大强 吃过猪三 今天尝尝里尔 汤头很歇 面选的是地面 味道也很浓郁 刚才它靠上鱼的汤里面应该是有盐的 扇鱼的口不小心 总挤面的味道就咸咸口里面带甜 但是据江湖传闻 小老板没有它父亲的手艺好 它这个胶头里面还有毛肚 这是以前吃了两家里面没有的 旁边挨着一家面馆 叫素糕 继续第二家 小宝面馆 离这大概也就十米远 老板 苍鱼面还有啊 有 来一碗多少钱啊 一千年啊 每家都三十五万好像 一千年啊 每家都三十五万好像 一千年 这个天苍鱼多少钱一起看 一千年啊 一千年七十五 野生的 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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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丝 腰子 鸡膀 这个是什么腰梢啊 多了一个腰梢这边 主食其他都差不多 那是土豆 土豆 还是有点小区别的 大概化干 下点鱼 要烫一下 那肯定要烫 它这是双九 肠鱼 加这个腰花 这边还配点口罩 好到我了 一两细面要辣 炒法和配料差不了太多 都是对支线 这边的肠鱼是在面汤里面烫 这个肠鱼都炒了 肠鱼 这个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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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鱼炒好以后 还把油漏掉 好 我的肠鱼面也好了 看到区别了 颜色好像淡一点 另外芡稍微浓了一点 短短的这一条街 这边是三家面馆 这边还有一家 叫宋师傅 肠鱼的所有面馆 面条基本上用的应该是一样的 次数区别出来了 小宝家的面相对偏淡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它是用面汤去烫这个肠鱼 所以肠鱼的口也比较淡 这两家面馆 咱们不能说哪家好吃 或者哪家不好吃 个人的口味 口重的肯定是李二 口淡一点的肯定是小宝 细微素的区别还是有的 之前李二家里面是放的毛豆 他们家没毛豆 但是放的这个 涂菜 应该都是起鲜的 其实淡安好吃的 苍鱼面有很多家 但是淡安本地的朋友 他们还要分 楚楚都好吃 淡英的正宗 很多外省理解不了 没办法 江苏就是这么卷 不光是城市之间卷 城市里面的两个区 它也卷 屏幕前有没有淡安的朋友 你们觉得李二好吃 还是小宝好吃呢 见到你去见